哈喽 今天已经是农历的19号了 还有十来天就过年了 我还在杀猪 我的个妈呀 今天又是六个猪 我的家里已经堆不下了 这个怎么办啊 大意了啊 我之前货不够 出货量不够 然后我就一直在做 一直在杀猪 结果导致现在家里囤了很多货 然后没有订单了 因为我中途停止了 半个月时间没有接单 现在发货发现没有单子了 但是我家里还这么货怎么办 这个猪肉是不是降价了 你还卖我这么贵 啊 他们都说猪肉降价了 但是我这边猪肉还很贵 看这里四次标 这块的话可来做肥腊肉 不是 你价格是不是要讲一点 你这里 你家室里面的肉都一定便宜 比我这便宜要五块多耶 我的个妈呀 我们买肉买的太贵了 但是也不重要了 因为从明天开始咱们也不买货 不买肉 一直做一直做 不知不觉就做了这么多 你看到没有里三层外三层 大家估摸一下这有多少斤 这里还不算完 这里还有一堆 这里还不算完今天发货的 这里还有一堆 我到底是做的多少烙香肠啊 天呐 每年都是刚开工的时候订单量特别多 咱们的货供应不求 因为咱们是传统的四川做法 自然的风干亮晒 然后时间周期比较长 所以我今年就不停的做不停的做不停的做 现在呢就剩了这么多货 现在下单订购的话就这两天的游戏出去 因为我们每天都在熏香肠 这是来熏香肠腊肉的白树鸭 这两天阿姨她们赶忙着在熏 因为想在年前给大家寄出去 这边已经挂好了 这里的话要熏一天 哎我太着急了 我现在都快急死了 温暖的味道 虽然每天都在熏香肠 熏腊肉 但是我这么多香肠 还有腌制的腊肉 肯定是在年前寄不完的 所以想吃烙香肠的朋友们 年后也有的啊 我之前一直想开一个腊肉香肠 加工厂 把四川的味道越做越大 越做越强 但是通过今年这么大批量生肠 以及各种各样的环节的操作啊 让我明白了 自己其实根本不适合开工厂 今年的生肠量会比往年大一些 但就今年这些产能 都已经把我累的不行了 累到几次崩溃 嚎啕大哭 假如我投入大量的资金去开一个工厂 我有没有那个能力去管理呢 去解决各种问题呢 我妈妈回来之后 我才觉得我的压力要小一点了 因为我妈妈她是一个特别聪明 而且能干的女人 她会跟我找到问题的所在 然后解决问题 就不如晒这个香肠 之前这个架子的话 阿姨她们只晒两层 因为第三层太高了 她们挂不上 我妈回来之后 发现这个香肠晒的太密了 晒不到太阳 所以她每天早上就很早起来 帮忙把香肠挂到最上面一层 然后帮我解决这些问题 晾晒的问题 我妈现在在负责配货 然后这边小妹妹在打包 这边是已经打包好的 我今天要把这些货全部的发走 然后腿肉五花肉 还有猪头 好了我也要干活了 因为我要开始我的宣传工作了 这是京东快递 小哥在包快递 折一眨眼天又黑了 马路的一天又过去了 我实在太忙了 真的 现在是晚上七点多 京东要下去了 赶八点的货走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边运费 这个是发河南的 6公斤 这是41 这种小店的话 这个是发辽宁的 小店是21 这个是发丹东的 丹东的8.5公斤 运费是60箱 最贵的就是它了 这是发新疆的 新疆克兰马医的 运费是125 然后起步的话都是17 这个小的 而且这箱子的话 是我单独买的 像这种小箱子的话 摊一块钱一个 这种大型的的话就是4块5块一个 哎 不管了 这里是今天洗出来的肉 等一下要把它分一下 不要挨得这么紧 咱们的 腊肉 毛都已经烧过的 今天安姨洗的时候 还把这个皮刮了一下 然后再去看咱们的炉子里面 炉子里面还有一锅 哦呦 看我的腊排骨 那排骨金黄金黄的没有背脊骨 这里是五花肉 香肠 通过今年的经验哈 我总结出了好几个 东西 就咱们的排骨五花肉 还有香肠 其实是不能在一起熏的 因为香肠熏的时间 不宜过久 那么肉的话可以时间的熏 排骨的熏的时间 也不宜过久 所以明年啊 要重新修建炉子